新学期来临,山东省焦州市持续加大投入,率先实现中小学标准化食堂全覆盖,让农村娃只花一元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营养午餐。 在焦州市马店小学,当地政府投资270万元建设的学校新食堂刚刚投入使用,1500多平方米的新食堂可以同时容纳600名学生就餐。 运营团队根据学生身体发育和健康成长需求制定了营养食谱。 开学第一天,孩子们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午餐。 像这样一份荤素搭配十多块钱标准的营养午餐,农村中小学学生家长只需要支付一元钱就可以了。 其余费用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。 我们明年投入1600多万元,每天免费为3万名农村证教学生提供一盒油脂奶。 那么明年投入3000多万元,那么实施农村证教学,营养午餐工程。 然后农村学生花一块钱,就能吃到营养科口的饭菜。 截至今年2月份,娇州市累计投入7200多万元,建设中小学标准化食堂103处,实现中小学标准化食堂全覆盖。 其中25所农村小规模中小学食堂,每年还能获得总共210万元的财政补贴。 学校食堂从人员、环境卫生、原料采购到总共的养购过程,轻易消毒,每个环节咱们都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,严格执行的。 学校食堂还按照五股搭配、粗气搭配、荤素搭配、多样搭配的原则,使学生的营养午餐达到合理营养、平衡膳食。 真正做到让师生放心、让家长放心、让社会放心。 在娇州,上午一盒营养奶,中午一顿营养餐,放学校内有托管,来回校车有接送,已经成为农村中小学生的标配。 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念落到了实处。